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甜蜜托西诺是菲律宾常见的早餐,用带有脂肪的猪肉腌制了成 颜色红红火火,肉质爽脆,没有油腻感 蝴蝶虾也是东南亚食品,将整只虾剪开 留着虾背壳就像一只蝴蝶一样,味道过于浓郁 偶尔BBQ吃一下还行,平时就免了吧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它们里面长什么样,味道又如何 玉米牛肉饼,原价15块8毛9,减3块,现价12块8毛9 这个按照墨西哥食谱制成的玉米饼,也称之Taco 是墨西哥的国民美食,它由一味在墨西哥城出身长大 游历了墨西哥及其独特风味的主厨朝刀 将腌制的加拿大牛肉馅料包裹在小麦玉米饼中 折叠成半个巴掌大的半月形 不但食用方便,味道可口,还浓缩了人体所需的各种营养物资 也是广受欢迎的主要原因,这牛肉饼看着太残忍 烤箱12分钟就可以吃了 正宗的墨西哥风味,里面有10个 每个90克,已经煮熟 在加拿大生产,保值期到明年的8月5日 成分挺多的,除了牛肉玉米饼 还有胡萝卜,番茄,柠檬汁,以及各种香料调料 包含牛奶,小麦,芝麻,黑麦等 看一下营养成分表 这是以一个鱼饼,90克为剂量单位的 240的卡路里,脂肪13克,没有反式脂肪 碳水化合物19克,集中纤维1克,糖1克 蛋白质10克,胆固醇35毫克 纳370毫克,甲225毫克 盖175毫克,铁1.5毫克 打开来看一下 包装精致 倒出来是这样的10个 能看见里面的线,装的挺满的 看一下怎么吃 烤箱375度,12到15分钟,静置1到2分钟就行了 也可以在BBQ炉上烤 是烤箱375度,13分钟烤出来的 玉米饼有一点焦 揭开里面 是满满的肉馅,香味有人 一口咬下去,满嘴是玉米饼的香脆 肉馅的丰富多汁 每一口都在诉说,你想要的味道我都有 稍微有一点咸,还在可接受范围 我就不再沾什么酱了 合着一杯热带风情饮料 似乎感受到热情奔放的墨西哥风味 想更地道一些,就沾沙沙酱吧 这是空气炸锅375度,5分钟炸出来的 效果和烤箱没什么区别 时间收短了一半还要多 这样做早餐,也是太方便了 价格合适,营养全面 是这款美食大受欢迎的主要原因 特价后,一个玉米饼,一块三不到 就能吃到别有风味的食品 也算是幸运了 甜蜜托西诺 第一次见到这款食品 还是华人企业做的 便拿了过来 后来才发现 竟然连价格牌都没有拍到 为了这个价格牌 再跑一趟奔了比就算了 大概十多块钱吧 这是菲律宾的食品 用糖、盐和其他各种香料腌制 带有脂肪的猪肉而成 煎到金黄色 是菲律宾常见的早餐 希望的不少食品 已进入Costco 这就是Toshino 带了酱汁的 在加拿大生产 有一些进口原料 三包 每包500克 没有煮熟的 用料有猪肉、糖、水、酱油、香料、大酸粉 腌制素粉等 看一下营养成分表 这是以100克为计量单位的 210的卡路里 脂肪9克 没有反式脂肪 碳水化合物21克 其中糖11克 没有纤维 蛋白质12克 胆固醇5毫克 钠710毫克 甲250毫克 钙40毫克 铁0.1毫克 打开来看一下 完全透明的包装 是这样的三包 这烟料的颜色 不会是苏丹红吧 开玩笑了 原料是里面没有 这样能明显你看到肉的脂肪 据说 耐油脂肪 正是这款食品的特色 看一下怎么吃 锅中加油 放入Toshino 不时搅拌 煮10到15分钟 那就试一下吧 颜色很喜庆 看样子有五花肉 不时翻炒一下 十多分钟已经香气逼人 出锅了 红彤彤的 真有喜感 装点一下 肉的边缘有点焦香 味道很香 偏甜 肉质爽脆 全是猪肉 还带一些脂肪 却没有肥腻感 菲律宾喜欢用来配饭 我们配面吧 简单一点 连面的佐料都不用放 肉的味道比原来清淡 面汤也有了别样的滋味 这款肉有一点小惊喜 偶尔吃一下还是不错的 蝴蝶虾 售价12块9毛9 几乎试过Costco内的虾 突然发现这款蝴蝶虾 当然不能不试了 蝴蝶虾有广东客家做法 有四川做法 湖南也说是自己的传统菜 就来看看这款越南的蝴蝶虾吧 用大蒜和香草腌制 最适合BBQ 这一盒500克 16到20只虾 产地是越南 保值期到2024年3月8日 它的成分除了虾 还有大蒜、洋葱、香草等香料 包含大豆、小麦 看一下营养成分表 这是以100克虾为计量单位的 120的卡路里 脂肪5克 没有反式脂肪 胆固醇85毫克 钠650毫克 碳水化合物4克 其中纤维1克 糖3克 蛋白质15克 还有钙和铁 打开来看一下 是这样一只只只虾 已经腌制好 能闻到鲜美的香味 留着虾背壳 整只虾这样打开 像蝴蝶一样 看一下怎么吃 最基本的方式是BBQ 3到5分钟 开油锅也是3到5分钟 虾子容易熟 不论用哪一种方式 内部温度达到160度就行 用平底锅煎一下 两分钟不到 腌料已经粘锅了 三分钟已经不堪入目了 再用空气炸锅 375度5分钟 品相还不错 没有煎的那么香 整体味道不错 显得过于浓郁 有一点偏咸 除了BBQ用 平时实用不值得买了 一来这样的味道 随便加一点调味料就行 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价格上也没有一点优势 自己买了虾做就好了 好 这期就介绍着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 欢迎新朋友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